公元前140年 一个男婴悄悄降生在了汉武帝刘彻的姐姐平阳公主府里 他们给这名婴儿起名获取病 16年之后就是这个获取病 将肩负起汉帝国打通河西走廊的使命 亚太第一位是综合频道 大国影像思路传奇 与您共赴影像追求 公元前124年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汉武帝在他的爱将魏卿的陪同下来到与林营视察 他们的目光紧紧盯着正在指挥军事进行格斗训练的少年军官 获取病 这个出生在平阳公主府普通女庸家的婴儿 原本命运平平淡淡 但转机很快就悄然而知 由于他的姨母魏子夫被汉武帝带入宫中并成为皇后 获取病也从仆人的儿子瞬间变成了汉帝国的皇族成员 而他的舅舅正是汉帝国冉冉上升的高级军事将领魏卿 公元前123年 大将军魏卿率十万大军与匈奴缠鱼主力对决 十七岁的获取病以标摇校尉的军阶随队出征 这次战役中 魏卿所率主力部队伤亡惨重 但初出茅庐的获取病却率领八百骑兵孤军深入立下战功 这引起了汉武帝关注 他赐封获取病为冠军侯 年少轻狂冲动骁勇的获取病 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束缚 更不按常理出牌 这个皇家年轻军官所采用的清骑兵快速突袭的战术 正是汉武帝所期待的 这是位于河西走廊五威式的雷台汉墓 马踏飞燕的出土地 1983年 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这匹青铜铸成的骏马从两千多年历史的硝烟中奔驰而来 他三族腾空又后提他一飞鸟 棕毛飞扬飘逸灵动 汉帝国纵横千里 万马奔腾的激情岁月 在河西走廊上留下了他的见证 匈奴的军事优势在于骑兵 骑兵的关键在于优质战马 这恰恰是汉帝国所缺乏的 也正是汉军常常被匈奴牵制的重要原因 当汉武帝刘彻登基时 大力发展优良战马 便迅速成为众中之众的国策 汉朝的军队开始了职业化进程 不再是平时耕种 到战时才征召的农民 骑兵战术也在与游牧民族 不断交锋中逐渐成熟 在帝国丰盈的财政收入保障下 骑兵数量也急剧膨胀 一度竟拥有甲兵四十五万 军马六十万匹 相当于中国现役部队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